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这个月初香港左派媒体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发出了公开辞职信 信中表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在加速走向文革化 改良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 他无法继续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 这封辞职信随后在中国的微信群中被广泛的传阅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西方媒体报道了 中国出现了媒体人出走的浪潮 在政治忠诚与职业道德的冲击下 中国媒体人要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做坚定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主流媒体是否都难逃被政治绑架的命运 权钱勾结之下还有哪些中国媒体人能够发出正义之声呢 今晚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 为您邀请到这位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 龙振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龙先生您好 龙先生现在在线上吗 龙先生的电话线路现在又断了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接上龙振阳先生 我们将继续的尝试 能够将龙振阳先生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稍后回来呢 我们就要继续回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讨论 我们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媒体的人 他们到底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下该何去何从 那么接续呢我们为您介绍第二位今天要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的中国作家和评论员 吴座来先生 吴座来先生现在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呢 吴座来先生 吴座来先生您在线上了吗 龙振阳先生 龙先生是不是您吗 欢迎您 您已经进到了我们美国之音的现场 节目的现场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刚刚我们也稍微介绍了一下 在这个月初您所发表的公开辞职信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 我们欢迎您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今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与龙振阳先生探讨中国媒体人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 龙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龙振阳先生 好我们现在又听不到龙振阳先生的电话了 或许我们的制作人可以继续的来尝试 是不是可以将龙振阳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 接近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的一个电话线路 或许有一些状况 不过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稍后 我们在今天要为您探讨的就是 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之下 中国的媒体人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个月初呢我们看到了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 在微博上发布的这封公开的辞职信 其中对于中国的政治还有社会环境 加速走向文革化表示了忧心 他同时也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无法继续服务于香港商报 那么龙振阳先生目前仍是在美国的加州 那么他在这个月初呢发布了这封公开信之后 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 他也希望能够来到节目现场 与您共同探讨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背后的动机与意义 我们继续再来尝试龙振阳先生 是否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 现在接通的是吴作来先生吗 吴作来先生 吴作来先生您好 我是美国之音郑玉文 听得到我们节目现场吗 吴作来先生 好很抱歉 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将两位嘉宾 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 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或许我们可以先来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的电话我们想了解 您对于中国的媒体环境 您有多少的认识 您是否了解中国媒体人 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呢 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两位观众朋友 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新疆的黄先生您在线上吗 新疆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谁都知道 中国的媒体人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 对党不利的话不说 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性 政治上必须要绝对忠诚 职业道德必须要服从政治上的需要 所以他只会讲些闭目色听 假大空的正能量的大道理 这又是一起亡灵事件 具有亡灵事件性质的翻版 只能在中国发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有现象 至于媒体人的两难境地嘛 也同亡灵 亡灵的现象的嘉宾所说的是 媒体人的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和双重人格 除非是要改变政体 只为老百姓说话 否则只能做双面人和精神病患者 而不得解脱 四项文化领域的文化 文革化的历史遗读 以延续的趋势 不能彻底的消除 就这样 好的 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 感谢您这么早就打电话进来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改革的问题 改革的问题 媒体也进行过改革 我在地方媒体有很多朋友 就是现在媒体需要改革 但是现在看来啊 中央的媒体 像央视啊 人民日报啊 他们的日子比较好过 但是基层的媒体 像县级的媒体 日子不太好过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企业化管理 就过去 那地方的媒体 是属于财政拨款 现在 大部分是靠 广告收入 就是由吃黄粮 变为吃杂粮 所以这些媒体人 很辛苦 他们一方面 要是宣传党和 党的方认政策 另一方面 还为自己 争计而奔颇 要拉广告 说说在这情况下 他们生活上 非常艰辛 说这需要用改革的方法 去决断 既然你让人家去 是吧 宣传党的方言政策 你又不用财政 全额拨款 让人家去 自己找 饭吃 这个问题啊 这是个尖锐的矛盾 怎么解决 是吧 就应该说 有中央一级的媒体 怎么划分 你像美国之音 据说 它也是国家级拨款 它不需要拉广告 但是美国许多 属于商业型媒体 但是中国呢 它大部分都是 有大部分说 都是政府的媒体 没有企业化的媒体 除非说改革的方法 是不是也适应 搞一下 那个分层性 管理呢 有政府的媒体 也有适应的媒体 也觉得 这个媒体人 的生意问题 他们只有 经济上有保证了 他们在政治上 才有自由度 否则的话 你拿人家饭碗 你就很少 屁股决定脑袋嘛 谢谢你们 好 我们感谢您 河北的张先生 感谢您提供您的看法 和意见 我们现在呢 好像已经接通了 旅美的中国作家 和学者 吴坐来先生 吴先生是不是可以 进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呢 吴先生 吴坐来先生 现在可以进到 我们节目现场了吗 我是 哈喽哈喽 您是龙震阳先生 龙先生 对对对 感谢您 很高兴看到您 谢谢 所以龙先生 稍微跟您 重复一下 刚刚我们接通了 两通来自新疆 还有河北的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也介绍了 在这个月初 您所发表的 这封公开的辞职信 引发了非常大的回响 那么想先请您 跟我们谈一下好了 然后再答复 刚刚我们两位嘉宾的 两位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 先跟我们谈谈 这封辞职信 引发了这么大的回响 您离开香港商报的 这个念头有多久了 那么最终 促使您离开的一个事件 或动机是什么呢 应该说从战中 2014年战中运动和浙江拆教堂 这两个运动都是14年开始 拆教堂的15年达到一个高潮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是觉得蛮恐惧的 这个代表着这个国家的 这个政治的方向的这个逆转 就是说再文革化的一个方向 包括就是这两个 是标志性的事情 包括就是说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这个律师和媒体人被抓了 现在就是说 叉交堂运动当中 牧师也开始被抓了 所以我就觉得蛮恐惧的 因为我一直还算是比较大胆 公开的几个在体制内 就是说保持一种 就是说批判这个单局的这么个态度 所以我担心可能这样的这个结局 可能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在香港那个疏伤被绑架之后 我在决定就是说 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了 因为连香港都不安全的话 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是 那么龙先生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香港商报 在香港它是一个比较亲中国的媒体 那么很多人也把它规划为 是一个体制内的媒体 所以您的出走相对来讲 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关注点 也就是因为您是属于一个体制内的媒体人 这样子做出一个出走的决定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 现在不管是在香港或者在中国 在身处在体制内新闻系统或者媒体里面 但是心中的真实想法与当局的想法并不一致的 这样的媒体人到底还有多少呢 这个应该是普遍 普遍的那个 是 刚刚我们有 是 您说 其实对这个香港商报叫亲中是不对的 应该它就是共产党在香港的媒体 就是说这个用我们这个社长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就是共产党的英权 喉舌 我们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爪牙 说得很直白的 是 龙先生 所以不是亲中 他就是共产党的媒体 共产党的喉舌 好 你说 是 刚刚我们有一位新疆的黄先生 在我们接近您到现场之前 他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说在中国 确实很多的媒体都被作为党的喉舌 党的宣传工具 那么做很多的假大空的这样的一个评论 那么他认为在中国的媒体人 在这种价值观的混乱情况下 是有双重人格 那么在这种困难的境况当中 所以会遭遇到这样的一种问题 另外一位河北的张先生 他则是确实的提出了改革方面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方面需要改革的 不仅仅在政治不仅仅在经济 媒体也要做出一个改革 他认为对于政府媒体 对于私有媒体的这些改革都应该进行 只有当新闻人媒体人在经济上有保障的时候 政治上才会有他的自由度 我想请您谈一谈 跟我们谈谈对于他的这种建议或他的看法 您的回应 我觉得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之下 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媒体 所有的媒体都是必须要服从的 只不过是有时候放松一点 有时候就是说要恢复他本来的 这个就是在体制内的这个角色 都必须都要听这个党和政府的这个调子 私人媒体虽然说 就是说他的运营是没有政府补贴的 但是他仍然是在业务上面 也是要完全服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调子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他这个体制又决定他没有独立的媒体 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记者联合会 IFJ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份报告 那么其中呢 对于这个香港的媒体环境 他们特别提到 从2014年香港的占中运动之后呢 香港媒体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幕后的干涉 编辑的独立性被削弱了 那么政治的压力还有自我的审查也越来越严重 那现在呢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 这是在去年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所名列的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 在180个国家调查当中呢 中国名列第176名 也就是倒数的第5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中显示 中国是所谓新闻自由的黑暗区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有一位网友 署名Abner Wang的这位网友 他就想请教您 龙先生 他想知道说 中国那就不用去考虑他的新闻自由了 但是他想要知道就您的了解 在香港的新闻界 他现在到底被中共渗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换句话说 香港现在还剩下多少感言的媒体呢 龙先生 渗透应该是非常厉害 夜来夜这个就是说赤裸裸的这个渗透和公开的这种恐吓吧 独立的媒体 我觉得现在香港只有一个就是苹果日报 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以案例里屈服 或者是直接就是说出卖了自己这个独立性了 那龙正阳先生您的看法 就是苹果日报现在在香港 可能是算是唯一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立场的 这是不是与这个报社背后的这个经济背景来源也有关 就像刚刚我想提的河北的张先生也提到 只有当一个媒体 他在经济上 他在这个收入上 他的来源可以独立 他在自由发表言论上 他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度 您的看法 您觉得苹果日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明 不 经济只是次要的 因为这个首先是政治 他敢于这样子 因为他不怕 要冒很大的风险 他不怕这个 不怕这个就是说恐吓和威胁 这个是要付出很大大家的 他不是个经济的问题 你如果说经济的话 就是说这个可以有大量的媒体 通过市场就是也可以去生存的 如果没有这种政治高压和这个威胁存在的话 不是经济问题 特别是在香港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是 龙先生我们也知道 其实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们介绍了 那么真正触发您愿意 或者是想要离开香港商报 有一连串的事件 不过呢 在这个铜锣湾书商事件之后呢 也确定了您要离开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其实您的这个出走的过程啊 也可以说相当的惊险 因为报社好像将这个所有员工的护照都给扣留了 您是如何成功的离开了香港来到美国 而且据我们了解 其实您早在去年的夏天就已经来到美国 但是一直到这个月 二月份才公开的发表辞职信 公开的表达您要辞职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这其中您的心路历程 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是 这个应该说 我必须要找得很秘密 我才能够找得成功 你知道这个共产国家的这个控制能力是很强的 护照呢 按照他们现在的这个规定是肯定要上交的了 因为它有一个级别 就是说付出及以上的干部的这个护照 都是要就是上交给单位人事部门去管理 以后如果要实用的话就申请 以后领导批准你才能够拿去用 我当时呢 是说我的护照丢了我要重新办 我说过一阵子我才去办好了 我再交给你们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就是说避过了他们这个管控嘛 然后我要办很多手续了 就是除了这个签证之外 我还要在很短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把我的房子卖掉 然后我还要把这个签转出去到香港 转到美国 反正这个用这个信仰的话来说这是神的保守吧 就有点像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就说红海为我分开了 这是一个神级 我们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署名风林火山 他提供了一位他朋友的遭遇 他同样也是一位媒体人 那么他说呢 他有一位媒体的朋友离职在家 父母劝他再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结果这位朋友说呢 我也不向共产党出卖良知 家人建议他找一份体制外的工作时 他说我不让共产党来剥削我的劳动力 后来呢 他的这位朋友选择了投资移民到了加拿大 所以他在这个文章当中 他也提到现在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是用脚来投票 用出走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啊 那么另外我继续还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龙振阳先生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还有一位署名骑藏的网友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或许您可以来做一番答复 他提到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的舆论环境就越发的收紧了 不仅仅电视报刊这些传统媒体呈现泛文革化的趋势 而且连向新兴媒体微博也有一片红的迹象 他想请教您的是 在自由派言论受打压的当下 中国改良式民主的道路 是不是也可能受到影响呢 那些期待渐进式改革的人们 是否也感到绝望 龙先生您是不是也曾经是那位 期待渐进式改革的人呢 说得很对 其实我 你看我这个名字其实都能够显示出 我当年是蛮受 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内这个教育的影响 就是充满着民族主义的一种情节 就是在我的名字里面都留下了这个烙印 就是龙正洋实际上就是说中国要强大 我们要压倒这个洋人 因为我们这个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叫的 我呢也曾经写过很热情洋溢的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力量 也都是就是说在热情的欧国这个国家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就 和这个转变就是说从原来文革之后的这个一个崩溃的边缘 进入了一个就是说全面的复兴吧 当时是蛮抱希望的 但是这几年确实是我记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整个方向发生了这个逆转 180度的逆转 重新肯定了这个前30年 把前30年后后30年就是说把它统一起来 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标志着它的一个政治方向的这个改变 然后一系列的这种事情的发生更加就是说证明 这个方向的这个逆转 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了 因为我观察这个政治就是说要三个点 第一个点我觉得这个国际上面就是中美关系 是观察这个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大的标杆 第二个就是香港 香港应该是一个就是说风向标 怎么样处理香港问题 怎么样来对待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说标志着这个中国政治的走向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香港开始 也是围绕香港来做文章的 所以就是说你到底是要跟随香港这个方向走 利用香港这个资源来撬动这个国家 就是打开这个国家相代化之门的钥匙 香港我已经是这样看 就是继续往这个一个融入世界 相代化的这个方向走 还是说让香港变成内地的另外一个城市 比如说变成第二个上海这个样子 完全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 一切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大家没有一点这个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这些 国内的这个知识分子 包括就是说媒体人律师和这个 现在这个牧师 这些都是观察的这个三个观察口吧 我觉得这个三个观察口 这个显示出来这个情况都是完全是逆转 就是说我把它叫做再文革化 就是说不是文革化是再文革化 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文革严格来说 在中共这个体制下它是没有真正停止的 只是说它可能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 有可能把它完全停止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重新提起这个方向 就重新启动了这个方向 所以我把它叫做再文革化 你请说 是龙先生我们知道 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之下 包括您我们也知道像中国著名的独立女记者 高瑜女士呢 她呢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 也曾经因为被当局指控是非法涉嫌 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呢 那么被判刑 一开始是判了七年 后来改判五年 那么现在一直是处于被软禁当中 所以其实在中国有许许多多媒体 另外我们也看到南方都市报 那么曾经以这个党媒信党这样的一个标题 做一个藏头师来讽刺当局的一些做法 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圈里面 依然有不少的媒体人 他们希望通过不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看法与立场 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Julian Zhang的这位网友 他也提到 他说其实现在有许多的中国媒体人 他们喜欢用高级黑的方式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比如说发表一些中国比美国更民主 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 一些表面上是歌功颂德 其实是要来恶心当权者的文章 那么他认为这些文章的反作用力比所谓的正能量更强 龙先生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无奈的一种办法 你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看它有一些作用 一些讽刺 一些高级黑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很无奈的这个办法 它是一种高压扭曲环境下的一种表达 当然就是说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面 它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很少人能够读得懂 是确实 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也提到当这些报道事实的新闻媒体或记者 被开除或者是被关押 或者被电视认罪 在种种的这种压迫之下 其实很多人都谈到了 受到压迫的真的只有这些媒体人吗 受到伤害的 难道不是普通民众他们的知的权利吗 龙先生您的看法 在这种一种高压的对于言论自由 还有新闻报道自由的管制之下 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对你这个说的很对 这个就是整个社会 我在那个战中期间 香港战中运动期间 就是因为写了一个短信 就是发在微信上 然后就被我的社长严厉的批评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我跟社长那个关系 就是转僵的一个定案吧 因为我当时写的那个短信是叫 意识形态中毒的十大症状 这个都后来在网上都是有 一直都有 现在都还能够查得到 后来是我那个社长 让我删除掉了这个东西 非常严厉的 勒令我删除 但是后来是以杨锦麟的名义 在网上流行的 就是意识形态中毒的十大症状 就是说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导致了这个民众的这个认知扭曲 而且是就是说有很多不良的这种反应 所以他对一件事情的这个反应 就是说完全跟一个像代社会的 这个像代国家的一个公民 是完全就是不匹配的 跟这个国家要进入的这个 努力进入的这个文明状态是不匹配的 是龙先生在您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 不过我们现在在网路上有这位网友 或许可以印证到刚刚您所提到的很多民众 他们的价值观念或者他们的意识形态 已经被扭曲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或许您可以继续再加以说明的 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AK的这位网友 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的看法呢 他认为说党如果不管媒体 媒体就会成为资本家的喉舌 所以他认为党是代表人民来管理媒体 党是代表人民的 而媒体就是人民的喉舌 他说呢 他认为您是背叛了人民 所以我相信龙先生您对这一点 您肯定也有一些回应要说 是吗 党媒信党 这个是共产党的这个新闻理论的第一课 我当时在中国新闻学院上课的时候 就是学的这个 我们第一课就是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党性高还是人民性高的问题 我当时就是 我相信老师现在在人民大学 这个叫郑宝卫 他是在中国新闻理论的权威 就是第一把交易 他现在应该是这么个地位 他当时问我就是说党性高还是人民性高 他点名要我来回答 我说人民性高嘛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人民 这党是从人民里面来 这个是第一 第二个我说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第三个除了共产党 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那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特殊呢 是吧 他现在就是说这个 这个网友所说的这个是 就是说党来代表人民 来掌管媒体 这个是完全是共产党的这个理论洗脑的一个认识结果 你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哪有一个这个党是可以控制 这个完全控制这个社会媒体的 然后就用法命令的方式来决定你报道的方向和报道的事实的 或者说报或者不报 完全没有自由和独立的情况下 这个认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中毒的表现 我觉得 那龙先生稍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您 当然我们谈到了这个媒体界所面临的困境之外 我们要谈谈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或者有没有未来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我也要另外再谈到我们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或许要给这个龙先生做一番鼓励 我们有一位署名叫Abner Wang的这位网友呢 他说请VOA帮我向龙振阳先生来表达尊重和敬意 同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媒体人觉醒 那么另外一位呢 还有一位这是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呢 他提到了 他说听到了龙先生的发言 体会到了在媒体信党的中国 出现自干五小粉红并不奇怪 因为所有你听到的看到的消息 都是当局精心为你筛选的 你很难在思想上有所突破 那么龙先生我想我们的讨论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 继续我们就要来看看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当然了媒体人刚刚我们说可以用脚来投票 用出走来代表他们的心声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 确实在中国仍然有很多的媒体人 他们受限制像高瑜女士她没有办法离开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通过媒体人的这些表态 来让中国的民众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现在的社交媒体非常的广泛 那么您认为社交媒体在未来 在作为新闻自由的这道防线 或者是言论自由表达的这个领域上 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一个功效呢 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社交媒体这个技术进步 确实会带来很大的 就是说原来在原来这种制度环境下 没有的这种自由 这个确实是应该可以 就是说很高的这种评价和期待 但是我们说道高一丈磨高一尺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但是共产党它也是这样的 就是共产党的这种管理 它是一种反应式的管理 就是说OK你原来像微博 微博大家为什么不用 就是因为微博被管得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微信可能下部 也会遭遇像微博的那样的命运 比如说我这个微信号 这次就被完全给封掉了 我在玩那个微博的时候 我被封过20多个号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那OK像大家都倚重这个微信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工具 来克服这个 就是说这个新闻管制 这个最障碍的一个渠道 但是我相信共产党下部 肯定会对这个进行一个 更加严厉的一个管控 所以单纯技术进步 我知道也是解决不了的 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 叫Marketing One Secure的这位网友 他也想要知道这个龙先生 您的下一步计划 其实他就提到了有关于像社交媒体 自媒体 他说其实在当下传统媒体 已经不是主流 各种自媒体芳心为爱 他说就算没有中共的打压 传统媒体可能也没有什么 让人留恋的了 他想请教龙先生 您打算下一步做什么 打不打算来做自媒体呢 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没有很具体的计划 因为我觉得我逃出 那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方 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到了美国 知道我看神的带领 因为我是来以读神学的 这个名义出来的 就是说我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如果有的话我就去做牧师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说 可能就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做 我没有说很特别的这个规划 就看神的带领 龙先生最后30秒时间 如果说现在在我们的电视机前 有中国的媒体人或新闻人 正在观看您的这些说法 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言 或者您对他们的处境 有很深刻的了解 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30秒时间 如果走不了 那就先沉默 就是说自保吧 我觉得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危险 是打压的这个 就是说压力可能会越来越高 反正我觉得祝愿那些走不了的 能够平安能够顺利吧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再一次感谢龙振阳先生 参与我们的现场节目 感谢您 谢谢 时事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晚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 将为您继续来探讨金正男之死 将如何牵动中朝关系 请您锁定明晚的BOA卫视 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